先说说你的天资聪颖吧 为什么你说你天资聪颖 我大概七岁接触象棋 到九岁的时候 我们村就基本上没有人可以跟我玩了 你们全村一关几个人 我们村大概四五千人吧 我每天练着棋 晚上就去摆摊 基本上无敌了 我就不玩了 没意思了 都不行了 你玩啥 没意思 我咋那么想提死你呢 我觉得 我就从小就是别人家 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我从小就是第一名 然后一直是第一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相信大家都很喜欢玩游戏 但是能够通过玩游戏赚钱的人 应该很少吧 而在今天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就迎来了一位游戏天才 他差七分考上清华 大学靠打游戏约入过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吧 大家好 我叫张思亮 来自天津 毕业于12天津大学 我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我很有商业天赋 我目前设立的项目 都还在运营 并且盈利 第二 我有眼光 我经常能看到 别人投资模式的 优点和缺点 并且成功预见到 一些项目的成败 第三 我到目前为止 有两次主动创业的经历 今天我来 我是希望 有一个新的开始 另外我想 应聘 市场内的工作 或者是 教育行业的工作 谢谢大家 郭老师 您好 他是个天赐聪颖的人 基本是 他还说 他是个游戏天才 可以这么说吧 不是我们谬赞了吗 还行吧 还行吧 这个是还行 游戏是这样 我是 09年接触 10年跟我老婆谈恋爱之后 我就注册一个ID 在T8上 然后呢 我就开始发功练 开始别人就说 我是假的 我就把我的信息留下了 我说你们不负 就跟我单挑 然后我三天三夜 大概借了两百句圈上 然后开始火 到后期 大概一月正一万多吧 就是大四那一年 然后呢 你说你创业的项目 都正在运行 对 除了由此证明 他有商业天赋之外 同时另外一点 还映射出 他其实是一个 还挺有领导力 和核心力的人 因为如今帮他打工的人 全是当初跟着他 一起打游戏的小弟 是这样吧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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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谦虚的兄弟 你咋不把肥剪一下 这么大肚子 我今年准备剪一百斤 你剪的多少斤 我现在二百三十多 那你以前为什么没剪过 以前我做老板 我要胖一点 我有气势 做老板 胖一点还有气势 有气势 这怎么没有一个胖的 就现在我跟他们学 我要剪 看样子 你还是在有些方面 是自签的 还行 还行 先说说你的天资聪颖吧 为什么你说你天资聪颖 我大概七岁接入象棋 到九岁的时候 我们村就基本上没有人可以跟我玩了 你们全村一关几个人 我们村大概四五千人吧 我每天拎着棋 晚上就去摆摊 基本上无敌 我就不玩了 没意思 都不行 玩啥 没意思 我咋那么想提死你呢 我觉得 我就从小就是别人家 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我从小就是第一名 然后一直是第一 我当时就想 我来到这里 应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成长经历 因为我比较优秀嘛 他考的上材 应该是很不错 不不 先不说上材 他差点考上清华的 先不说这个 还有更好玩的 就是这个情感方面 他也很曲折 这个曲折呢 不是说有多么的难 而是指 他很奇葩 你知道吗 他爹是 不太想让他读书的是吧 对 从小我爹就 不支持我读书 烧他书包 因为我爹说 你读书能几毛钱 然后就说 因为他爹做生意的嘛 他觉得做生意能挣钱嘛 但你一直以来 跟你爹的感情怎么样 相当不好 相当不好 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但是我在这上面写 你父亲是走了 对吧 对对对 他父亲病危的时候 想看到他结婚 然后呢 他就在人人网上 对 加了一百多个网友 相对吧 相对吧 他的老婆就是其中的一个 是这样 2010年的 三四月份吧 我爹病危了一次 我回去了 那次我特别的担心 在SU外面住了好多天 然后他后来等于是缓过来了嘛 就开始让我找对象 我说行啊 找呗 我就加我同学的同学的校内 然后他有一个 最近来访 那边有好多头像 谁骗了我加谁 加完之后 通过同学去问 后来我加了一百多个女生 然后我不谈对象 我聊人生 聊理想 当时我一般打10到20个QQ 打着百度百科 比如说我老婆说 我喜欢目光之城 我就把目光之城 然后我说 这个圈很好看嘛 谁谁拍的 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聊嘛 聊到最后 我觉得 就我现在老婆跟我对合适 我们俩一天好多年 然后 你们现在结婚了一个孩子 结婚了 还好忠诚正国 那肯定的 我已结婚了 通过视频介绍 可以知道 这位小伙来自天津 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他是一位智商很高的人 高山的时候玩了一年 最后差七分考上清华 同时也是一位游戏高手 那么他能否求职成功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就这小子啊 他呢 其实考清华 差七分 然后呢 他是考上上海财经大学 也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本来想考清华是吧 我刚才玩了一年 考了个上海财经 对 离清华差七分 对 你真是天资聪颖 反正还行吧 还行 从接下来的面试开始 不允许说这三个字 还行吧 要不然我就生气了 没有问题 我就觉得你一个这么性格洒脱 说一时一说二时二 这么一个直性格的人 应该不太会想到电视上来应聘吧 我因为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然后呢 我就投了一份简历 特别让我过来面试 面试了 你就这么来了 来了 因为我当时也投过优胜的简历 不过是在一年之前 有回应吗 特别让我去面试 但是当时是因为我 脱离不开我这个团队 还没有组建完成 我就没去 那现在我组建完成了 这个东西就是 所以你今天来就是 奔向他一家 还是其他都可以 没有 其实我做教育这一块 我是百分之百能成功的 我都不用想 肯定成功 我第一次那个创业经理 其实对于我来说是 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是 质的飞跃 因为我第一次是 日用品批发 什么都没有 就俩人一拍脑袋就干 然后我们没车 没房 没餐厅 没货 没价格 什么都没有 我们白手起家 坐到一百家超市 拿我们的货 那两年真的是 特别特别苦 我觉得你这种人呢 来面试 都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 你肯定有特别瞄准的技巧 你能告诉我吗 我直接说啊 六人游 好当家 还有六盛 好当家你去干嘛呢 因为我看了一下 好当家好像也要做 全国的这种推广 全国推广 没错 三个不同的行业 一个做海生 一个做教育 你行啊 做啥无所谓 你不就是推广吗 因为像福亮这样的人 我身边有一个 一年的时间 从年级到处考到了北京大学 然后我当时看到福亮的时候 我就在福亮的身上看到了我那个朋友的灵魂 说实话 心气是有点高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的背景资料啊 这个是我在杭州 当时我们怎么去抢货 就是别的批发 他们都很傲慢 比如说晚上五点之后不送货 我们二十四小时送货 比如说人家把货扔了就不走了 我们给你摆好 而且把你旧的货擦干净 然后右边这个呢 是我顺道在厂区就做的一个网马 因为当时我们厂区 顺道做的啊 对对对 我们厂区五公里之内没有任何的村落 那就人们就出去很不方便 我一跟老总说 我说 我说这样 我说我租你景宿舍 我干个超市干个网马 他说行啊 然后我就盖了超市干个网马 就这样 你顺道干的事都能赶成功 我信 这个行 这还赚钱 是还可以 还可以 然后 第二张 这是我开始 我第一次做副老板 呦 那是谁呀 呦呦呦呦 做能不能倍正经 还表露出那种尴尬的笑容 不像你啊 那是你吗 我比较害羞 装算啊 这会假正经了 你看 然后我第一次做 我感受就是 因为当时比较仓促 屋里根本就没有空调 都在坚持学习 没有人吵闹 我就感觉特别的 就知足 其实他内心还挺有情怀的 他想创办农村教 大概用了一年时间 然后开始组建团队 呃 我也预见到未来 肯定会卡一些个资质 然后我就开始去办理我的资质 然后老师也是尽量 招这种代教师个证的 然后到目前为止 呃 我大概有四个校区 然后 暑假有一百七十多个学生 然后七八个群职教师 加三十个助教 还干着 还干着 还干着你跑出来干吗 因为 这是我已经完成的项目 他也可以独立运行了 嗯 就暑假我又没有管 你还是股东 就就我自己的 你自己还有一家企业 你跑这来面试 你认为老板会介意这个 你介意就介意呗 这位小伙确实很聪明 而且商业头脑也很出众 他的商业模式也得到了 不少企业家的认可 面对企业家们的提问 这位小伙的回答非常出众 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那种智商很高的人 我们接着往下看 因为我现在已经完全独立了 你的那个意义伤企业 优胜教育 陈总就特别介意 在外面挣好多钱 对 陈总说的没错 那是因为我不能全力以赴 去帮他 不是 我知道 我知道你会全力以赴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你全力以赴 我觉得我做每一件事情 嗯 特别专一 嗯 我不可能失败 嗯 这会我就要问最重要的问题了 你要多少钱 我报的价是底薪一万 底薪 那不高啊 是不高啊 我以为你会报个十万八万 我不缺钱 我缺的是事业 我真想弄死你 你知道吗 我不可能失败 我一定成功 我顺道干得都还可以 我不缺钱 你确实可以把他打死 我不才不打呢 留给你 我打破的 这么重 我说实话 就是他的情况 那肯定有本事 比以前的有一些来 说怀才不遇啊那些人 他要强很多 他说话虽然狂 但他有一点那个质地有声的感觉 而且他说的事吧 基本是靠谱的 他不是什么都做 也不是说什么都行 他把自己以前成功的事 说得挺清楚 而且呢 对未来的选择 他又特别坚定 而且他好像还没什么夸张 他说还可以 他说我不可能失败 你好像似乎也就 虽然这位小伙 没有做过企业的高管 但是却给人一种 胸有成竹的感觉 就连图类老师都说 虽然他表现的不是很好 但是却总能让别人觉得 他能行 据悉这位小伙的薪资要求 并不是很高 因此相信 他肯定能够顺利找到工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